談談公廣集團 我對媒體的自由 我對媒體的角色 我是很有想法 而且我很有切身的感受的 因為我是從三臺 那個時候 我們同是臺市中世華市 我在臺市 臺市是省政府管的 所以臺市的董事長 通常都是省府那時候很大 可能是省府的派任權 再來中世是中國國民黨管的 所以通常都是文工會的主任 會的下來的時候 去當中世董事長 那麼華市是國防部管的 所以通常都是總政戰部的主任 四星上將下來 或者三顆星下來 擔任華市的董事長總經理 所以你屈指主來 就是這樣沒有錯 只有到我那一屆的時候 台市的總經理換來的是 蔣經國的秘書王家華 因為蔣經國過世了 所以以往都是這樣的一個脈絡 我從一個台大的這種熱血青年 反叛青年到了台市 我當然受不了 因為我們的內容 都是要受限制的 但當年我也做了一些 轟轟烈烈的事情 就我理了光頭 替光頭離開台市 我替光頭 現在年紀大一點的那個 不然不是年紀大 這樣會對人不盡 資深一點的影居記者 可能還有記憶 我那時候是主播 是 是 《早安你好》的主持人 是台灣最年輕的新聞節目製作人跟主持人 我是替光頭離開台市的 因為我做嚴重的抗議 因為沒有看過一個主播是光頭的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跟王家華講 你不用慰留我 老子不幹了 我還記得王家華氣的 當天我在門口等他 因為我想說跟他說聲再見 就是說謝謝長官的這個栽培 我無疑要為難長官 但我可以選擇不幹 所以我在台市的10樓 在王家華的辦公室門口等他 結果他不敢出來 他以為我要來槍他 那你要貶他嗎 還是說他以為我要酸他 我其實真的沒有 我對於過去栽培過 我提拔我的這些台市的長官 我就充滿感謝 因為我知道他們也很無奈 所以我是從這樣子一個環境走出來 那二十幾年前我非常非常的努力的 不管寫文章或什麼 我投入黨政軍退出媒體 因為我認為媒體事實上就第四權 媒體是要監督黨的 是要監督政府 執政黨 監督對黨政軍的 沒錯 我怎麼跟你 我怎麼跟你抱在一起與狼共舞呢 我再強調媒體是要監督執政黨的 台灣的媒體有一天到晚在監督反對黨 很多人叫我說你為什麼不去罵國民黨 我說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我罵得比誰都兇 你現在叫我去罵國民黨 我有神經病啊 他啥也沒有啊 跟我一樣可憐 他沒有我可憐他有點錢 那我罵他幹嘛呢 好那現在回到這一群人 不管是台灣事實查而中心 或者是華視莊風家 這群人我都非常的熟啊 真的 我到簡訊到現在還有 是 台灣事實查而中心 我都非常熟 因為我們早期都算熱血青年啊 都算那種看不慣 媒體被國民黨一黨控制 而站出來撻伐的人 可是我非常非常難過的是 他們今天怎麼會幹這樣的事呢 你們當年怎麼看待國民黨 你今天怎麼看待民進黨呢 我實在沒辦法理解 所以我曾經 在台灣事實查中心 剛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還在民視主持節目 我看到我的老友 顧舊老友也是我台大的學長 也是我早期尊敬的媒體人 因為他在自立晚報 擔任過總編輯 一路走下來 我覺得他是在那個戒嚴時期 威權時期 稍微敢言的媒體人 他叫胡元輝 結果呢 他說他弄一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要來查核假新聞 我還很開心的 我還跟他聯絡 我說好久不見 要不上我節目 我幫你宣傳 因為我覺得對 假新聞本來就應該 被查核 應該要被查核 新聞怎麼可以造假 就他很 我現在才知道他為什麼那麼低調 他跟我說不用了 過一陣子 我們這個機構稍微穩定一點 我心裡想怪怪的 當時我想怪怪的 如果我今天弄了一個這個東西 我一定大張旗鼓 沒錯啊 代表公平正義啊 對 有人要幫我宣傳 謝謝 我還巴不得到處宣傳說 來 我要弄一個台灣事實查的東西 我今天終於懂了 扭扭捏捏為什麼 因為見不得人 預算從哪來 對你背後的錢從哪來 你背後你裡面的人 跟這些央廣董事 公廣董事這些人 密切重疊啊 我自己當過 公廣集團的董事 當過兩屆 當過客家電視台的台長 當過董事 雖然是扁朝時候 我完全不接受官說 那個時候大部分的人都還有手有為 我說的是 現在看到檯面上的這些 他有一些理想跟理念的人嗎 對 那為什麼今天 到了蔡英文執政之後 你們變成這個樣子 讓我變得我完全不認識 完全不認識 我見了面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給你打招呼 因為我實在不認得你了 說你的長相沒變以外 你沒有一樣東西 還是維持原來的樣子 所以我曾經用簡訊中 我痛罵胡言輝 我用非常非常不客氣的字眼 把他罵了一頓 結果他回了我的話 一短短一句說 大家彼此尊重立場 我叉叉叉叉叉叉 我跟他罵下去 我說什麼立場啊 我現在跟你談什麼立場 我再跟你談一個 做人跟新聞的原則 價值 這群人就是這一群人 我覺得莫名其妙 莊風家也是 台灣視察中心裡面 曾經負責的那個人 還是我台大新聞所的 我指導過的學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綠營做同樣的事情 就什麼都可以 這我實在是 我沒有辦法理解你們的價值 我今天如果是莊風家 我不會那麼丟臉的出來 開記者會 我鼻子摸摸韌了 我想說算了吧 被抓包了 我有我的立場 我有我的飯碗 我有的高堂老母 我有嗷嗷逮捕的小孩 我就不跟你們玩了 他竟然還敢 我不知道聽說今天早上10點鐘 還要出來開記者會 對他開記者會 然後今天那個心頭科 已經先幫他洗白 就說他是為了不想讓政治介入 所以才會跟立委教訓 叫他們策案 這個不可思議吧 只是立委提案 希望他說明跟事實查核中心 公廣之間的關係而已 他認為 這個叫做政治介入 這個就是笑話一則了 那個心頭科也 心頭科也差點被我告過了 因為他有一個路 心頭科這群人我也很熟 心頭科 基本上因為莊鋒家 他本來也是從這邊出來的 心頭科 公廣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其實是同一批人 核心人物不到10個 我每個都很熟 因為我在學界 在傳播界待這麼久 藍藍綠綠的朋友都很熟 同一群人 那反正這些人我也不想講他們 今天你做一個媒體人 如果你只是因為綠營執政了 你就要再趁這個四年撈一下 那我請問你四年後 你在你人生的 媒體人的真歷跟經驗當中 你要如何寫你的自傳 你要如何回憶你這一生當中 你為媒體的公平正義 你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除了瞧不起這些 過往認識的朋友之外 我不知道我該再說些什麼東西 因為你說他們不懂嗎 需要我這個空氣犯 教他們什麼叫做媒體教育 不需要的 所以這個事情我 我講一講好像病好了 突然生無紅中 其實你彭PJ叫做論文門 公視的一些朋友 他們也拍了一系列的影片 當然點閱率跟收看數 跟你是天差地別之源 他們也拍了公視門的系列影片 我大概看了瀏覽了一部分 大概他們大一部分的著重說 在國民黨時代 如何的被影響公廣集團 公共電視的客觀中立 但是經過那麼多年的爭取之後 到了現在 重點在於現在 公視的成立的價值 應該是要來守住社會的正義 改革社會的不公不義 就搞了半天 他們連公視自己都沒有辦法改革 那董事的席次變成一個 現在換民進黨在把控嘛 那麼在董事席次裡頭 這些名額都是變成藍綠鬥爭的工具的時候 我們拿著國家預算 供奉的這一群公共電視應該要秉持的價值 跟一個私人媒體當然不一樣 媒體私人的媒體都要有新聞倫理跟公正都要被監督 更何況是拿人民納稅錢去養出來公廣集團 現在變成是行政院或蔡英文政府的宣傳部嗎 然後一個華氏的總經理 哇除了之前只講說台灣是幽靈啊 幽靈國家啦 國慶的時候他不以為然 居然也還可以去恐嚇立委 對於要求 民意要求他去說明政策 還有說明到底怎麼樣 把錢給事實查核中心 這個交叉運用的過程 說明有什麼不對嗎 他居然就可以嗆力的恐嚇說要修理他們 媒體好大 拿著人民納稅錢的單位 是這樣來秉持所謂的媒體的價值的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論文門的系列當然很心痛 看到公視門看的人不多 不像你回想那麼大 我們做媒體的人看起來也是無比的心痛 我們先進行廣告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們還是得有廣告才能求生 請彭P再等我一下好不好 等我一下進廣告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千秋萬事現在連線的是彭P 現在在美國 我們剛剛看他是在車上 車上在美國是可以開車出去透透氣的 但是他剛剛說一講到 華氏公廣集團的議題 並感覺就好了 深如紅鐘啊 聽到莊豐佳 只是光立委要求他去報告說明 到底跟事實查核中心的經費 預算人事等等的這些問題 有沒有秉持客觀中立 結果他就去嗆立委說我要修理你們 這些都是你過去曾經一起為新聞 自由媒體價值打拼過的同志 看到這個畫面跟現象的時候 你認為他還應該在這個位置上嗎 當然連柯建民都說要讓他求仁得仁 就要趕快下台吧 你覺得呢 我覺得他不是只有下台的問題耶 我認為我不知道這裡面還有什麼其他的 他有獨職的問題喔 你作為一個公廣集團 你是類公務人員吧 我想應該是吧 算他不是只有這個問題 下台我真的不認為政府官員做爛了就下台 下台其實對很多人來講搞不好是很好的選擇 因為他已經沒地方已經無處可逃 已經無地自容了 那我更看不慣有一種人說就是那我就回學校教書 你把我們校園當那個回收 所以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這個社會大眾都不追究責任 所以會讓我們的政府官員就是 就是啊 就是弄好有賞弄壞不用賠 所以為什麼我說論文門這件事情 我要出一系列的書惡觀 而且我會把所有這些 這些官場上的百官行訴 這些人的惡行惡狀 全部把它清楚的攤出來 而且我會把每一個人在未來的10年中 跟他們在法院交手 他們做的每件事情 他們都要付代價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樣做會讓我的人生下半場 樹很多敵啊 可是因為大家你們都不做啊 你們都算了就算了 所以我們一直讓我們的子子孫孫 永遠處在一個沒是沒非的社會啊 如果每一個人看到這種事情都見義勇為 而且就是要到水落石出 我討個公平 才可以讓這件事情呢 這個告一段落 那今天我們的官員就會收斂了 因為他知道不是演一場戲 過了就算了沒事了 然後退下來又去當這個董事長 又當那個董事長 這就是今天台灣 藍綠互相執政的留下的後遺症 政府官員是免責的 司法官員是免責的 判錯了 連那個被槍斃的江國慶 那些莫名其妙的冤魂 那些判決錯誤的人都沒事 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今天對於 不只是莊豐佳的例子 包括論文的例子在內 台灣的政府如此的擺爛 人民不可以如此的佛心 一定要回到法治社會 不然的話這個社會不會好 劉邦進到咸陽城的時候 約法三章說殺人 跟極盜者殺人則死 傷人極盜者頂罪 他做的事情就很簡單 他叫你把磚塊搬到城門 你磚塊搬到城門 我就給你錢 別人說開玩笑 這一定是假的 但他說到就做到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哦 你說的是真的 我覺得台灣現在缺乏 缺乏這樣子有魄力的領導人 跟有魄力的政府官員 讓法律不會形同俱文 讓台灣社會的人民呢 好的跟壞的 這個犯法的跟守法的人 能夠有所區隔 不然這個社會價值也好 法律也好 只會江河日下 現在代替 Pentate 大吉尼 不想像可以 我可以做更多 Alb� 但是lusion 別人的片 很寂寞